再來介紹一個雲端的圖片的編輯 各位你有想過的那個什麼 影片的圖片的編輯軟體是什麼 我們這個年代應該有用過波多音樂的對不對 如果你跟我一樣會笑的 你知道那個軟體名字我們就是同一個年紀的 那現在小朋友他們可能就不見得一定要用 因為手機上APP很多啊 對嘛 那 雲端的也有很多 雲端的也有很多 我們講過最成熟的雲端服務裡面最成熟的第一個就是影像處理 所以跟各位的手機APP是一樣 但是呢 我喜歡用這個好處是第一個當然它有中文 各位要切換比較沒有問題 那 它呢有三種主要的功能 前面編輯啦那個 這個 這個拼圖 這個我就不用講 因為這個各位手機商有 你不見得要用這邊 可是我比較喜歡它的設計 那它的這個設計裡面啊像我 寒暑教我都有開兒童班 等一下看到那個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廣告嫌疑 因為我兒童班的那個 兒童班 我那個圖片啊 宣傳的圖片 放在網站上的我都是自己先做好 然後交給承辦人員就好了 但是我要偷懶的話 我就是在上面做就可以了 你看 進來之後呢它上面就有很多範本喔 上面這邊 有很多範本有沒有 比如說您要經營這個Facebook啦 這個有書的 有邀請卡的 有沒有有計劃書的 有卡片的 那下面這裡呢 也有如果你是做海報的 好你是做這個YouTube頻道 還是Facebook上面的 您都可以在上面選的 因為它的尺寸都把你準備好 好準備好那所以呢 假設你想要做這個 卡片好了 卡片好了 我來按一下卡片 那它裡面呢就有提供很多範本公民使用 現在喔 說真的各位 現在要設計分成兩種 一種呢就是 純 從無到有 另外一種 為了工作方便 因為大家只要 切換到那模式 馬上就變專家 對不對喔 因為你現在都沒空啊 你知道嗎現在最累的是什麼 現在不是都強調跨領域嗎 對不對 而且現在跨領域不能說 跨過去還是小兒科 跨過去馬上就要長大 就是說你跨過去就要變很厲害的那一種 可是你想看你學一個專長是不是要學很久了 第二個專長 跨過去人家已經學那麼久了然後你要馬上 跟他跟他一樣那麼厲害 事實上是真的還有不少困難 還有不少困難 所以現在的 這些所謂的設計很多 應用 都把它變得比較簡單 也就是說你要點一點 雖然你不是專業的 但是至少你可以利用所謂的範本 很快就變成讓人家看起來覺得 你做的也不錯 不是那種森手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你看 我點到這邊 點一下 有沒有就一個 就好了 那就負責改字 然後放這個圖片進來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 他的範本呢 也都隨時會增加 那麼他有 有 這些 比如說我點一個 這裡 好假設我這樣子 然後呢你就可以加自己文字啦 加自己的一些插圖 他本身也都有提供 好一些插圖 這個部分就有點類似各位 平常在 手機上用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像這邊 箭頭 基本的形狀 看一下 紅有蛋的 好 這裡 放一顆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對不對 就看你啊 看你要 放什麼內容 當然如果你 內容 想要放自己的照片 就從右手邊自己加進來就好 好就從自己加進來 那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 在這邊 我自己的 打開 這裡 有一個 登錄一下 這邊呢 就有我平常 上課的 像我們在這邊 可以存在上面的 好可以你直接存在雲端 那所以呢 你看我在這裡 我自己做的 也沒有都在裡面 對不對 都在裡面 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看這一個 點進來 這邊就有 這邊就有 我不同的 這個 資料就在這邊 我也可以隨時像這樣就叫進來 所以 我不需要把它存在我的電腦裡面 等於說我在雲端上 我有需要就叫出來 那 好了我就可以把它拿出去 這樣就可以做好 那這些內容呢 都還是可以改的 有沒有 這邊都還可以改 這樣使用上是相對方便很多 你不用軟體的嘛 都在雲端上 都在雲端上 好這個是 簡單介紹一下讓大家知道說 雲端的這個 編輯 影像處理的部分 也有蠻好的 在雲端上